还有另外一个惊喜就是美术园区附近 其实有很多的有名的小吃店 什么三十几年的卤肉饭 三十几年的这个热乎乎的麻油鸡 有很多都是大明星爱吃的 日本人也来介绍的 我们今天开始呢 要带您到花博附近吃片 各式各样的美食 如果你是在花博美术园区的 五点馆这边附近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呢 这里有五星级的卤肉饭 只要从五蝶馆旁边的三号出口出来 过一个马路就到咯 卤肉饭随处都有 但这间被掏客称为五星级的卤肉饭 光装潢气派就不同 原目中国风的设计还真看不出来 里头卖的竟然是平价小吃 装潢不得了 这一锅卤肉更是老板三十几年的心血结晶 光卤的手续就有两道 一锅卤肉得花上两天才能完成 日本杂政跟介绍这是来台湾必吃美食之一 其实它卤肉的话还蛮清淡的 不会说像外面有的卤肉饭很有力 这就是要煮起来之后再放一盒 让它入味 不止卤肉饭 蛤蜊汤 苦瓜汤都是必点单品 店里的各种家常小菜人气也是一级棒 难怪客人会说 都很好吃 每一个都是很好的选择 除了卤肉饭之外 五蝶馆附近还有连志玲姐姐都喜欢吃的麻油鸡 一样从五蝶馆三号出口出来以后 往左边看可以看到林森北路直直走就到了 下午三点钟已经有人开始排队 喂的就是这一碗香喷喷热乎乎的麻油鸡 麻油鸡 标识 它跟别家味都是调味的 反正就是好吃 说不上来 就算不是用餐时间一样从早排到晚 因为这里的麻油鸡不止料好实在 食材也特别选过 坚持使用放山鸡 不只志玲姐姐爱吃 就连金城武甚至日本搞笑天王志村建 也特别来采访过 就纯粹了老姜 酒 然后麻油 那这些材料我们都选过 麻油干面线配上麻油鸡汤 再来一份明显高当小菜 天气凉凉的秋冬 就是这一位最对客人的胃